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些读者会受到一丝震动 话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我们乡村树街有一对老夫妻 当时是六七十岁的样子 妻子身材高挑 白皮肤 大眼睛 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 丈夫虽然长得不丑 但是一个矮子 他们出现在街上 乍一看不配 仔细一看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老夫妻彼此之间是镜子 除了性别不同 他们的眼神相似 表情相似 甚至两人脸上的黑质 一个在左脸颊 一个在右脸颊 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 他们到煤店买煤 一支箩筐 一根扁单 丈夫在前面 妻子在后面 这与别人家 夫妻扛煤的位置不同 没有办法 不是他们别出心裁 是因为那丈夫矮 力气小 做妻子的反串了男角 他们有个女儿 嫁出去了 女儿把自己的孩子丢在父母那里 也不知道是为了父母还是为了自己 她自己大概一个星期回一次娘家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女儿在外面蹦蹦蹦地敲门 里面立即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老夫妻同时出现在了门边 两张苍老而欢乐的笑脸 笑起来 两个人的嘴角 居然都是向右边歪着 但是呢 女儿回家不是来向父母微笑的 她的任务似乎是为埋怨和教训她的双亲 她高声地列举出父母所干的糊涂事 包括拖把在地板上留下太多的积水 包括他们对孩子的溺爱 给他吃太多 穿的也太多了 她一边喝着老人给他做的红枣汤 一边说 哎 对你们说了多少遍也没用 我看你们呀 是老糊涂了 老夫妻一听 忙走过去给外孙脱去多余的衣服 他们面呆愧色 不敢争辩 似乎默认这么一个事实 他们是老了 是有点老糊涂了 过了一会儿 那老夫人给女儿收拾汤碗 突然捂着胸口 猛然倒了下来 死了 据说死因是心肌梗塞 死者人缘很好 邻居们听说了都去调研 他们看见平日不太孝顺的女儿 这会儿 这会儿哭成了泪人 都不觉得奇怪 这么好的母亲死了 她不哭才奇怪呢 他们奇怪的是那老头 他面无表情 坐在王妻的身边 看上去很平静 外孙不懂事就问道 外公 你怎么不哭呢 老人说 外公不会哭 外婆死了 外公也死的 外公今天也死的 孩子说道 你骗人 你什么病也没有 不会死的 老人摇摇头说 外公不骗人 外公今天也要死了 你看 外婆临死不肯闭眼 她丢不下我 我也丢不下她 我要陪着你外婆呢 大人们听见老人的话 都多了心眼 小心地看着她 但是 老人并没有任何 自寻短见的端倪 她一直静静地 守在王妻的身边 坐在一张椅子上 她一直坐在椅子上 夜深了 守夜的人们 听见老人喉咙里 响起了一阵弹声 响起了一阵弹声 为吉人们做出反应 老人就歪倒在王妻的临床下面了 这时候就听见唐屋里自鸣中 当当当当的联想了起来 人们一看 正是夜里十二点 正如她宣布的那样 那矮个子老人心想事成 陪着妻子一起去了 如果不是人们亲眼看见 谁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呢 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那时 生死相守的老人 却有其人 他们是我的邻居 死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同一天 那座老的子鸣中 后来就定格在了十二点 犹如刹了秀一样 任人们怎么拨转 都是一动也不动 这个故事叙述起来 就这么简单 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一直认为 这是我一生能说的 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李娟的经典散文 真正的夏天 在深山下木场 白昼越发漫长了 下午时光 越发的遥遥舞边 我们裹着大衣 长久的五年 总觉得已经睡过了三天三夜 醒来后 一个个猛然地坐在花毡上 不知如何是好 扎克拜妈妈便铺开餐布 给我们布茶 盐融化在茶中的动静 遥远可变 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 深沉又踏实 在吴塞 我们的筑地地势极高 已入云端 当那些云 还在远处的时候 明亮地近乎清脆 似乎敲一敲 就当当坐下 可一旦游移到附近 立刻沸沸扬扬 黏黏乎乎的 这是多雨的六月 每天都会下极长雨 哪怕只飘来一小朵云 轻轻薄薄的 可能也会下一阵雨 而且总是一大早 就阴云密布 稀稀哩哩个没完 当满天阴云 释放完力量后 天空立刻晴朗地 像换了心电池似的 阳光立刻灿烂 气温立刻上升 于是湿漉漉的大地 在阳光照耀下 大量升腾着 白茫茫的水汽 这些水汽聚集到天空 立刻又演变为 出满雨水的阴云 如此循环 没完没了令人疲惫 雨水出庭的时候 天空一角的云层 裂开巨大的缝隙 阳光从那里 投下巨大的光柱 光芒照耀之处 水汽翻涌 热烈激动 而光柱之外 没有阳光的地方 则阴郁清晰又寒冷 我已经咳嗽了半个月了 夜里总会咳得更严重 大家在黑暗中躺着 静静地听 妈妈轻轻叹息 白天午休的时候 也总会激烈地咳醒 远远路过我的小木屋的爷爷 听到咳声 会拐道过来 站在门口往里面看着我 问道 孩子 还好吧 我总是穿得厚厚的 圆滚滚的 总是围着火炉 舍不得离开 扎克拜妈妈 只好不停地给炉子添拆 这时候 嘉伊娜跑过来了 赤着脚 穿着短袖体恤 露着光胳膊 妈妈指着她 对我旁边的卡西 接起我的外套一束 薄暖绒衣一套 厚厚的条绒衬衣一件 薄毛衣一件 厚毛衣一件 棉外套一件 薄毛裤一条 厚毛裤一条 牛仔裤一条 最外面 还裹着一件羽绒外套 大家摇头叹息不已 天气更加凉快 牧草也更加丰饶了 来到乌塞侯 奶牛的产量 明显超过了东库尔 每天早上的三点半 卡西和妈妈就得起床挤奶了 我四点起来 劈柴 生火 烧开水 准备早茶 柴火总是太湿 炉子冰凉 每天早上的第一炉火 总是半天也生不起来 司马狐狸 则是快五点了 才舍得离开被窝 他一起来 我就赶紧叠被子 收拾房间 刚把木床腾出地方 妈妈和卡西 就拎着满满的三桶牛奶 回家了 我赶紧摆开桌子 给大家沏热茶 茶壁 司马狐狸赶羊 卡西赶牛 我摇分离鸡 妈妈煮奶 并揉搓着 昨天压好的 干老素 等兄妹俩回家的时候 新的干老素 也拎出来了 那时候 往往已经是上午十点过了 大家终于又坐到一起喝茶 然后睡觉了 到了那会儿 每个人都是那么疲惫 早上三点一过 天开始亮了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天色还没有黑头 繁重的劳动 铺展进如此漫长的白昼之中 也就不是那么令人辛苦了 只是一个统统睡眠不足 可是每天午睡前 明明大家都已经很瞌睡了 一个个仍慢吞吞地喝茶 好像还在等待什么 又好像知道接下来会有长时间的休息 所以并不着急 真的 唐岛开始睡觉的时候 也并不比扛着瞌睡舒服到哪去 花栈下的地面不太平整 无论怎么翻身 总有一块骨头被割着 每当瞌睡得昏天暗地 却又浑身不得劲的时候 人希望自己重达两百斤 敷一身厚吨吨的脂肪 自带床垫多好 加上总是阴雨绵绵 空气又湿又冷 又没有被子盖 白天没人展开被子睡 那样太难看了 只能披荐大衣 就更希望自己重达两百斤了 那感觉一定是像砖在睡袋里似的 直到进入七月 直到有一天 三个孩子齐刷刷地变成了小光头 我才突然意识到好几天没下雨了 夏天真的来了 毕竟已是七月 最暖和的一天中午 小嘉伊娜甚至还穿上了裙子 等我出去转一圈回来 发现扎克拜妈妈和沙拉古利 也换上了轻薄而鲜艳的雪纺面料的 连衣裙 那几天 我也脱掉了厚毛裤和厚毛衣 顿感一身的轻松 出去散步的时候 走得更远了 去到了好几处 之前从没有去过的地方 以前总是不愿意跟卡西去赶牛放羊 又累又帮不上什么忙 可总架不住他的热情邀请 如今终于有了兴致 一看到他出门就赶紧问 赶牛吗 一起去 暖和的天气 令午休也变得舒适多了 于是每天都能睡得天昏地暗 醒来不知何年何月 每个阳光充沛的正午 爷爷总是坐在家门口的草地上 享受他赋予激情的朗毒时光 妈妈和沙拉古利访线 卡西学汉语 孩子们游戏 羊群吃饱喝足以后 悄悄地回到山顶 大小羊合了群 成双成对地在附近的石头缝里 或树荫下进窝 孩子意味着母亲 面孔一模一样 如今绝大部分羊羔的体态 都赶上了母亲 作为大尾羊品种 一个个的屁股也出具规模 圆滚滚沉颠颠的 走动的时候左右摇晃 跑起来更是上下乱颤 波涛汹涌 尤其当大羊 带着自己的羊羔 闻风而逃时 两只一模一样的胖屁股 节奏一致的激烈摇晃 看那情形 无论感慨过多少次下牧场的繁华 还是忍不住再次叹息 其实长这么大的屁股也是个麻烦事 尤其下山的时候 跑得稍微快一点 容易撒不住车 前轻后重嘛 前面猛的一停顿 屁股就高高甩起来 然后连带着整个身子 三百六十度的前空帆 有一次看到一只满脸是血的大羊羔 不知是不是前空帆造成的 他的一侧小羊角整个都快折断了 一定很痛吧 他的母亲身上也被蹭上了许多鲜血 可母子俩已围在一起那么平静 对了 小羊羔跪地吃奶的样子很可爱 但若是长得跟妈妈一样大了 还要硬挤着跪在妈妈肚皮下吃奶 看着就很不对劲了 我的头发早就脏成柳了 在没有灿烂阳光 也没有电吹风的前提下 打死我也不会洗的 如今天气暖和了 便在某个下午 烧了水痛快地洗了一场 然后在阳光下坐着 感觉头发跟太阳一样明亮 如果可以 我更想步行去下游的温泉那儿去 天气这么好 可以当作短途旅行吗 原先每天只在晚上吃一顿正餐 但如今白昼漫长又悠闲 偶尔到了中午就会有人嚷着要吃抓饭或拌面 主意一定 大家一起动手 卡西立刻揉面 我下山挑水 妈妈出去背柴 我说 柴还有呢 妈妈叹气说道 卡西闲柴太大了 非要小柴烧火 没办法 我们一圈人全是给卡西打下手的 天气暖和就够幸福了 如果小牛五点钟就回来 则更幸福 早早地挤完奶 就可以早早地睡觉了 天气暖和 肚子饱饱 又睡够了觉 卡西心情非常愉悦 和我说了很多 说阿拿尔汉去过乌鲁木齐的 帮一家亲戚带小孩 带了两个月 他尝试着用汉语说这件事 原话大略如下 阿拿尔汉嘛 二月的嘛 乌鲁木齐的嘛 一个房子的有嘛 一个孩子有嘛 我的亲戚嘛 拿一下嘛 他还说 小时候家里人口多 兄妹六个都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 那时候这块筑地非常热闹 现在呢 只剩下他和司马狐狸了 并再次提到阿拿尔汉在外面打工多么的辛苦 手都烂了 却只请到了三天假 去县城亲戚家 去县城亲戚家休息 我感觉到他的心疼和无奈 第二天 我散步的时候路过沼泽 沼泽里的植物大多生着真叶 偶有一片水滩里挤着大片大片的肥厚原液 很是富足的光景 看了一会儿 突然想起卡西昨天在此地说过的那些话 竟如同梦中的情景 自然的美景永远凌驾在人的情感之上吗 又好像不是的 因湿羊毛太重了 卡西洗完后 没法运回山顶 便晾在沼泽边的树林里 此时水分滴净已经半干了 我便帮着抱回山上 真重呀 累得大喘气 回家后忍不住管了一肚子的凉水 在东库尔的时候 卡西学习汉语的那个小本子还狠心 到了这会儿 破得像是逃难生涯中用过似的 并且前十页和后十页都没有了 但小姑娘的学习热情丝毫没有变 我们去找杨 她把本子卷巴卷巴塞进口袋 途中休息的时候 就掏出来温习单词 读着读着 把本子往脚边草地上一丢 养身躺下 闭上眼睛 我也在她身边躺下 那时候 全世界侧过了身子 天空突然放大 大地突然缩小 眼前的世界 能盛放下一切的一切 却什么也没放 在扭头看低处的溪谷 溪谷对面是杨道 杨道是千细的 又是宽阔的 几十条 上百条 并行蜿蜒 杨早已经走过 但杨走过的时候 繁华景象 仍留在那里 溪谷的最深处 很绿很绿 怎么会那么绿呢 绿的甜滋滋的 绿的酥酥痒痒的 唯有着绿衣 穿过了整个语境 丝毫没有变 在卡西的破本子旁边 在正午强烈的阳光下 草地中 三枚娇艳的红蘑菇 向三个精灵 张开了三张红嘴唇 下山时 走着走着 突然 卡西惋惜地叹了口气 沿着他的视线看去 一棵松树 掉下了一个鸟窝 我拾起来 空空如也 这个我 看似编织地松散凌乱 却十分地结实 沉重 鸟也不容易 得花多少功夫 吐多少口水 才沾成这样一个家 好在天气已经暖和了 再重做一个 想必不会太难 天气暖和了 便见到了许多之前 从未见过的食物 如大蚂蚁 身子有火柴头那么粗 肚子呢 有黄豆那么大 在岛墓上 突兀的而急速地穿梭 要是小蚂蚁 如此忙碌 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 这么大的体格 还跑得这么快 就显得呆蠢无措了 还看到了冰雹 以前遇到冰雹 只知道躲避 如今 却有闲情细细查看 虽说地气热了 冰雹落地极化 但还是 能在瞬间 看到他们真实的形象 之前我一直以为 冰雹就是冰疙瘩 呼沦一团 现在才知不是 冰雹在融化成 圆润平凡的 冰粒子之前 其实是有棱有角的 是尖锐的 而且 就像所有的雪花 都是六角形一样 几乎所有的冰雹 也都是同一个形状 下端 六个尖锐棱面 上端 六个侧棱面 顶端是平的正六角形 也就是说 一粒冰雹 其实就是一颗 钻石 冰雹总是一端透明 另一端 则一侧透明 夹着一层乳白 像不同地质年代的岩层 排列的整齐又精致 不知道上空云层里有什么样的力量 无穷无尽地断压出这美丽金银的宝石 在毫无可惜地抛洒而下 直到天气暖和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杰约德别克经常穿的那条裤子 竟然是女士的 裤带旁边还绣着花 大约是沙拉古丽的裤子 他人太瘦小 撑不起来 穿得松松垮垮 卡西早就看上了这条裤子 有一天 命令他脱下来 自己试了试 竟然十分合身 便提出来和他交换 他把自己所有的衣服 倾倒在草地上 让杰约德别克自己挑 可大多是女孩的义务 杰约德别克 看一见 或且一生 卡西挑出一件红色的 不过好几遍的旧T恤 甜言蜜语地劝他收下 反复指出 其颜色多么适合他 可是那小子惊着呢 不为所动 最后才冷静地挑出一件 黄绿色的半旧T恤 男孩女孩都适合的款式 巧了 正是之前 卡西用我给他买的 带亮片的红色新T恤 同苏呼拉换来的那件 哎 真是越换越不值 这姑娘 真像童话里那个 最终用一头牛换了一袋烂苹果的傻气老头 两个孩子在阳光下认真地处置自己的财产 突然 卡西扭头冲我挤了几眼睛 虽然不晓得其用意 但那模样动人极了 黄昏 路过我家木屋的爷爷要做巴塔了 虽然离自己的家只剩几十步远了 但还是决定在我家进行 大约也是对我们的祝福 远远的 卡西放下手里的活 赶回家服侍他 他往守湖里添入热水殷勤的地上前 爷爷接过来 去屋后小树林里做静身 再重新回到木屋 踏上木榻 跪坐下来 安静地坐礼拜 本来嬉闹不止的孩子们都安静下来 他们都知道爷爷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一个个坐在床檐上默默无语 各做各的事情 等爷爷一结束 孩子们一起举起双手 说出最后一句安拉 这才继续热热闹闹的聊天游戏 这时呢 司马狐狸在外面大声地招呼 快点 第二 杨回来了 大家一起涌出了木屋 各就各位 开始今天的最后一项 劳动